如果你想单挑 那希望你不要遇到恋家子 而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恋家子 那么但愿你别遇到巴西柔术 如果这个世上有种武术能断人手脚 那一定是残酷的巴西柔术 一只手臂脖中绕 肋台化身如厉鬼 软刀载人不见血 赤魅王良也沉浮 MMA综合格斗是不同流派格斗术的集结地 战力 摔跤和地面 也成了每位选手必练的技能 但选手和选手的成长经历不同 所以在战斗风格上 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就像嘴炮康纳和钻石达斯丁 都是战力击打的一流高手 而小鹰卡哈比 有着桑伯柔道摔跤的加持 让他通过地面技术制霸了轻量级 嘴炮和钻石也相继被小鹰残忍的降服 这也让全民产生了很多疑问 战力和地面谁更厉害 甚至不同流派的格斗术 一为一单挑谁更有优势 这一期大师也将带你了解 UFC赛事的第一期比赛 完全称得上现代格斗界的门户战争 巴西柔术凭什么计压群雄一战成名 希望通过本期视频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巴西柔术在综合格斗如此重要 时间快速回到1993年 这个时期的格斗界门派众多 当你问到任何一个格斗爱好者 什么是世界最强的格斗术 相信很多人都给不出准确的答案 每个领域都有着自己的高手 但跨领域之间的对决并不多见 于是有人就想促成这样的比赛 第一位叫做罗里昂·格雷西 是格雷西家族极其重要的人物 起初从巴西迁往美国 在自家车库中传授格雷西柔术 希望把家族的格雷西柔术发扬光大 第二位叫做阿特戴维 一心想举办无限制格斗赛事 让不同流派的武术一决高下 两个人问过很多付费电视台 但是在当年的美国 最火的格斗项目只有拳击 付费电视台对这项运动并不感兴趣 最终只有鲍勃·韦罗梅茨发现了商机 他是SEG公司的主席 付费观看赛事的先驱 最终由他拍板决定干就完了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一提到UFC就会先想到白大拿 其实上面三位才是创立者 而白大拿真正的价值 就是劝说费地塔兄弟 接盘瀕临破产的UFC 再评页着自己的头脑和宣传 让这个烂摊子死灰复燃 发扬光大 三位创始人既然决定要干 就得让首场比赛一鸣惊人 首先是格斗擂台的设计 也是根据电影《八角形》得到灵感 放弃了传统的四角拳台 变成了现在的八角铁龙 名字也由世界之战 最终改为终极格斗冠军赛 最后再来说比赛规则 我们现在看到的UFC规则 都是以保护参赛选手为出发点 经历了多年的不断完善而来 而早期的UFC规则更加开放 对外界的宣传口号就是没有规则 不强制拳套和服装相当于裸拳 现场没有评委打分 终结或者投降才算结束 更可怕的是没有量级之分 无论高矮胖瘦 你行你就上 所以在参赛选手当中 最重的可以达到372斤 最轻的却只有162斤 虽然口号是无规则比赛 但踢当咬人还是不允许的 最终在首届招募的人群中 选了八名对手 采用八人制的淘汰赛 由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 最后的获胜者进行总决赛 所有的比赛都要在一晚上打完 这就意味着打到决赛时 有的选手就要进行三次比赛 参赛选手有空手道 踢拳 拳击 摔跤 柔术 甚至还有相扑等 而比赛获胜的奖励也十分丰厚 1993年的奖励就高达5万美元 就算放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好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现在开始这场武林大会 眼前出场的这位代表相扑 他叫做蒂拉图里 这位来自美国夏威夷的人形巨兽 拥有着410磅的绝对体重 曾经在相扑比赛中保持14场不败 三次获得相扑比赛的冠军 对手叫做杰拉德格多 体重216磅 来自荷兰的格斗选手 曾经在当地连续8年 获得急针空手道冠军 以打法凶狠且不择手段而闻名擂台 而在UFC1中则代表法国踢腿术 双方的体重相差了176斤 相当于个轻重量级选手的重量 然而这场比赛一开始 相扑巨兽就开启了野蛮冲撞 而格多一边后退一边挥舞着拳头 插招换势之间就退到了龙边 格多凭借着身体的灵活 快速抽身后就是一起爆头踢 再对着巨兽狠狠地来一拳 裁判当机立断就要停了比赛 再来看这位相扑巨兽 已经是血染满面 再来看一次慢镜头 相扑倒地后完全没有了防守 就连想爬起来的速度都极其缓慢 想想也是 将近400斤的体重 起床都费劲 更何况是格斗比赛 第一次玩跨界不仅输掉了比赛 还搭上了自己的三颗牙齿 其中一颗飞到了播报员的桌子底下 比赛时间也仅仅用了26秒 格多就赢下了比赛进入了半决赛 第二场比赛 踢拳对战空手道 出场的这位叫做凯文·罗希尔 体重265磅 这是一位双修型拳手 踢拳和拳击比赛同时进行 踢拳比赛记录为66胜8负 拳击比赛记录为7胜17负 在UFC1中则代表踢拳出战 对手叫做赞恩·弗雷泽 体重230磅 来自美国的空手道冠军 小的时候看过李小龙演的精武门 就被吸引住开始练习武术 曾在全美空手道比赛中 超重量级获得冠军头衔 在UFC1中代表空手道出战 首回合四分多钟 凯文将赞恩垂倒在地 用一双大脚无情的践踏 一脚接一脚的踩在赞恩头上 最终赞恩这边只能扔白毛巾投降 凯文也顺利进入了半决赛 第三场比赛 本期男主闪亮登场 他就是日后在格斗界 大名鼎鼎的罗伊斯·格雷西 相对比其他七位标形大汉 他的身材最小 体重最轻 所有人都等着看 他被扔出擂台 而格雷西就用自己的柔术技术 降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大对手 现在只需要记住他的名字 罗伊斯·格雷西 后面会对他进行专门的介绍 他的对手叫做杰米森 体重196磅 美国职业拳击手 1983年全国金手套冠军 在参加UFC比赛之前 拳击职业战绩为29胜5负 拳击对战巴西柔术 这就是很多人想看到的跨界大战 杰米森担心自己在比赛中 因频繁的刺拳而伤到拳头 特意在左手带了一个拳击手套 比赛中杰米森不断地逼近罗伊斯 但当接近时 却被罗伊斯一脚踢开 正当杰米森由于该怎么打时 罗伊斯快速地下潜抱腿摔 把拳击手杰米森带入地面 进入地板后就等于扬入虎口 杰米森除了紧紧地抱着罗伊斯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最后只能拍地放弃比赛 从头到尾2分18秒 拳击手杰米森是一拳没出 就稀里糊涂地输掉了比赛 罗伊斯顺利地进入到半决赛 第四场比赛摔跤对战跆拳道 这位叫做肯·沙姆洛克 赫赫有名的修斗士 体重220磅 拥有着身后的职业摔跤背景 曾被ABC新闻称为世界最危险的人 他代表着实战摔跤 这是一种全面的混合格斗体系 也更具有实战性 综合了摔跤、战力和地面技术 对手叫做帕特里克·史密斯 是来自美国的跆拳道黑带 体重217磅 比赛中史密斯刚想起腿 就被啃快速进身 干脆利落地将史密斯带入地面 大家都知道 战力型选手最重要的就是距离的控制 一旦被缠暴型选手近身 或者带入地面将会无计可施 最终肯做出了足根钩 史密斯除了撕裂的疼痛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击 哪怕照猫画虎去抠脚 但不知道如何下手 最终只能拍地输掉了比赛 肯也轻松赢下比赛进入了半决赛 正是这个锁腿动作 当年还引来了现场观众的虚声 都认为史密斯输得太快 归期原因还是没有人能够理解 一旦锁腿成形 究竟会有多疼 如果再不及时拍地 就会对膝盖造成永久性伤害 第一波的八人淘汰赛已经结束 跆拳道拳击 空手道相扑都惨遭淘汰 其余四人进行半决赛 最终留下两名进行决赛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所说的比赛将会在一天之内全部打完 直到选出最后的格斗冠军 罗伊斯格雷西在半决赛中 安排的对手是最危险的男人肯 双方上来没有一句废话 罗伊斯虚晃一枪直接抱腿 却被精通摔跤的肯成功防摔 直到进入地面肯还占据上位 罗伊斯就用脚后跟敲打肯的后背 可以看出肯对摔跤和地面 在防守意识上要强过其他选手 罗伊斯通过不断调整把位 最终用了57秒就降服了对手 另一边的法国踢腿术代表格多 也用了59秒干掉了踢拳代表 进入到总决赛对战罗伊斯 荷兰选手的身材比罗伊斯大一圈 也不是赛事方请来冲术的留学生 战力型选手对战地面型选手 这场极具代表性的对决 将会彻底分出 谁才是当晚最强的武术流派 这场比赛可以看出 进入地面后的罗伊斯格雷西 把自己的身体也用到了极致 用脑袋不停地撞击对手面目 这个动作在当时是被允许的 赛后罗伊斯也透露 格多也在比赛时咬了自己的耳朵 最终这场比赛进行了1分40秒 罗伊斯格雷西在当晚 连续降服了三位对手 斩获冠军 成为第一届UFC冠军的罗伊斯格雷西 在赛后采访中说到 来到这里比赛并不是为了奖金 而是为了格雷西家族的荣耀 当一个人把家族荣耀看得中过一切 就算再强壮了对手 又有什么好怕的 旁边站的老爷子叫做艾里奥格雷西 是罗伊斯格雷西的老爸 也是格雷西柔术的祖师爷 事实证明通过这场比赛 这一晚罗伊斯让无数的观众 第一次见识到格雷西柔术的厉害 也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学习格雷西柔术 其中就包括上一期提到的GSP 正是因为看了这一期的比赛 让GSP开始对柔术产生兴趣 也在今后的MMA发展中奠定了地位 成为了多数综合格斗选手 踏入铁龙之前的必练科目 回过头再来说说 为什么格雷西柔术能计压群雄 打败当晚所有武术流派的对手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在90年代的格斗界 很多选手都在练习战力技术 对地面技术的了解几乎为零 可能还不如键盘前的你我 我们还能通过视频 叫出降服剂的名字 而他们在比赛时 就算坐那脑子想到死鸡 也想不出这是什么招式 直到今天 UFC发展了28个年头 所有选手都变得更加全能 巴西柔术也被研究了20多年 柔术的杀伤力逐渐得到了平衡 但仍然是那个绕不过去的必修课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格雷西家族的强大 为了准备这场格斗比赛 几乎全家的高手都在陪罗伊斯训练 现在我们最常叫的巴西柔术 就是由格雷西家族所创立和发扬 罗伊斯格雷西属于巴柔二代 起源还要从他的大伯卡洛斯格雷西 和父亲爱里奥格雷西说起 1917年 一位叫前天光世的柔道选手 在巴西把柔道技术传给了卡洛斯 前天光世的师父是现代柔道的创始人 有着柔道之父之称的加纳智武郎 卡洛斯格雷西是家族中的长子 在自己练习柔术时 武帝爱里奥格雷西总在旁边观看 大哥一想你坐着也是坐着 干脆过来一起练吧 爱里奥格雷西的身材不算高大 但头脑却非常管用 他发现柔道中的投掷动作太吃力量 如果碰到身材更高大的对手 自己的胜算将会大打折扣 于是又在柔道的基础上 开发了锁技、脚技和关节技 利用杠杆和三角力学的原理 不断在实战中发现弱点并改良 以弱胜强以柔克刚 从而形成了新的体系 并命名为格雷西柔术 在UFC一的比赛当中 罗伊斯格雷西作为身材最瘦小的选手 也确实用自己的技术 展现了什么叫以弱胜强 也凭借着独特的柔术技术 三次在无差别比赛中夺得冠军 也是第一位进入UFC名人堂的选手 老对手肯当晚也紧随其后成为第二位 体外话 直到1997年的UFC12 赛事方才开始根据选手的体重 逐渐有了级别的划分 或许现在在回顾这场比赛 很多人会觉得不过如此 是因为我们会拿现在的比赛去对比 无法真正的体会到那个年代 人们对于格斗术的理解和认知 当然通过观看这场比赛 也侧面反映出规则的完善 和格斗选手技术的全面化 当然今天的视频内容 也只限于一对一的格斗比赛 如果是充满变数的街头格斗 那就需要从另一种角度去解读 这一晚的UFC一 注定是格雷西家族创造历史的时刻 横扫各流派的武林大会 看似像极了武侠小说的桥段 但却在罗伊斯格雷西身上真实发声 为了这一天 他和他的家族已经准备的太久 这就是本期大视野推荐的比赛 各位觉得这场比赛怎么样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关注我带你观看更多精彩格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